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来澳门了 今天过来这边 其实我也不知道具体要干些什么 但是有自助餐吃 我就奋不顾身 还蛮美的 自助餐是哪里 一个公园吗 16埔 哦 哦 快过生诞节了是吧 我们要去六楼 这个电梯 这个 这个电梯恩友跟垃圾桶连在一起的 同学们 我最爱自助餐了 自助餐专业解说给你们说一下 那边是旧餐区 甜品 不多做介绍 简单来说都是甜的 好吧 很很很薄 然后到这里 哦 这个看起来很爽 烤得干干的跟饼干一样 还有一些黄油 一些菜 普通烤鸭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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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咖喱区吗 全是咖喱 咖喱饭 鸡肉咖喱 这个方法了吧 转过来 来到 沙拉米 一些干果 什么东西 然后这边 哇 青苹果 特瑞的最爱 西瓜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就是这些蒸笼的东西 说实话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 哎 然后这里是一些 叫什么 冷仓 哎 豆腐 这个可以 翘头 这个我也很喜欢 红菜头 芝士沙拉 红菜头 这个有点像甜菜 不知道是不是 哦 这边就是沙拉了 油肝小番茄 什么东西是油肝小番茄 好 这里就是 海鲜拉 带壳的我都不太爱吃 除非有人剥给我吃 可惜没人剥给我吃 寿司区域 蜜质也 哇 这个是什么 奶油通心粉是不是 液粉 这明明是通心粉 还有这些酒 冰淇淋 还可以自己做冰淇淋 嘿嘿嘿嘿嘿 嗯 一些饮料 对了 这里还有一圈甜品 说实话 现在我对甜品比较免疫 因为说到底都是甜的嘛 无所谓 无所谓 哇 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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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好香啊 他妈好香 然后从这里除去呢 就是事外了 这里还有一个泳池 这就是我拿的一些东西 然后你看我女朋友 一盘下猛吃 不得了 挺难吃的 你还要搞个 搞个围巾 这个酸黄瓜好酸 哇 这个酸黄瓜好酸 为什么这么酸 这个炸鸡肉不错 这印度炊饼是我一直很喜欢吃的 它不但香喷喷 而且还咸咸的 好吃 鸭胸肉 这个炸鸡肉不错 普通 这个是烤龙与鱼 好吃 龙与鱼一直是很好吃的 只要它味道进去了 然后这个应该是大猪排 万苏里不嫩 耐嚼 还是很爽的 豆腐 这种豆腐做的凉菜超爽 我就是想试一下这个油肝小番茄 我就拿了一些这个 然后为了对比呢 我把另外两种酱也拿上了 这个我记得是橄榄 这个是朝鲜什么什么酱 不知道 然后拿了两个翘头 然后 看下我女朋友 一碗清汤粉 在他手中 一碗清汤粉 永远会打造成 红油汤粉 好不好 一定要红油 先把这些东西 放在这上面 然后这样子 这个面包太硬了 好个嘴 好干 但说实话这个酱还挺好吃的 接下来一些橄榄酱 放在这个面包上 这个黑面包比那个更难搅 又硬又韧 这个橄榄酱吃上去就一股橄榄味 主要是香味 其他的没什么 朝鲜什么什么酱 没什么味道 还是我的小番茄好吃 这个就是很正宗那种甜翘头 好吃 我能把它当零食吃 吃上一天 ok 接下来是品尝知识时间 基本上自助餐都有这几种知识了 啊 这个号称臭臭的 这两个一个软一点 一个硬一点 好像蜗牛哦 有点像蜗牛 对我开始吃了 这个是这个壳里面的 对啊 这么大一坨肉啊 对啊 不夹完了已经没了 然后这个是外面硬硬的里面 软软的 我最喜欢吃这个 然后不能干吃芝士 我又不想吃那些干果 所以就搞了一些水果 哈密达 蜜达 还有西达 你吃个水果要这样 生事 这个姿势是真的重口味 他不当臭 更主要的是血 然后接下来这个姿势 我最喜欢的 咸度适中 口感绝佳 无敌 好接下来硬硬的 我每次吃这个姿势 就感觉在搅蜡烛 西瓜有点不太新奇的样子 好接下来这个试一下 嗯 果粉 这个口感像是 搅蜡烛 再加上一块橡皮 就这个口感 好吧 味道的话 不是很咸 可以吃 但吃起来一点都不享受 接下来我们第几盘啊 第四盘啊 啊无所谓无所谓 还是我们的烤龙的鱼 印度米饭 咖喱羊肉 没错 烤的干巴巴的藕 和烤过的小番茄 这里是什么呢 这是 号称是烤乳猪 但是我看着不像 所以我就拿回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这里还有个苹果派 苹果派 耶 赶紧抽出来 同学们 这个藕真的是 一点水分都没了 哈哈哈哈 这么干比 嗯 这个烤过的小西红柿得好吃 真的是猪肉 apple pie 他那个底做的太掉渣了 应该多加一些黄油 好 在我们自助餐专业领域 这 这个 这个盘叫做甜品盘哈 这是他的专用名词 然后这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很难解释哈 同学们看着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是这些什么东西 哎这个是我们之前在猪海吃过那个 点着火 然后在那烧的那个蛋糕 记得吗 有酒精啊 辣母吧 但是他说烧没了 有点酸奶的感觉 刚刚我吃的是一个蛋糕的底 那个蛋糕到底嘴硬 我还使劲的把它切切切切切切 搞过来 结果一吃同学们全是 糖粉压成的饼 就甜 啥都没有就甜哈 过分 你甜品是这么做的吗 啊 甜品我们主要吃的是甜吗 no 他都甜 吃的是个风味好吧 没想到这个奶油里面也都是糖 失败 这些是叫这个 哦 这里面还有夹心 酸酸的 好像是你也好像是苹果 然后酸酸的这种果酱夹心 然后这个底就是一块饼干 哈哈哈哈 好东西们专业操作啊 甜品跟甜品之间呢要喝一口水 清清自己口腔里面的味道 好接下来 这一块巧克力蛋糕 看起来这块热量是最高的 嘿嘿 我知道有些人特别喜欢吃 那些甜品啊蛋糕啊是巧克力味道的 是提拉米苏味道的 咖啡味这种比较黑的重的 但是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吃类似的 包括冰淇淋我也不太喜欢吃 这种巧克力味道的那种东西 我比较喜欢吃白色系的那些东西 水不味着这东西 这个不是不好吃很好吃 味道很郑重 但不胜符合我心意 而且这一坨吃下去没有十几年的功力 根本顶不住吃下去之后你就不想再吃任何其他东西了 但是还好我有 五十多年的功力顶得住啊 好恢复了啊就这么快 接下来小小马卡龙 甜品吃完最后一定要以水果结尾 这样子才能轻轻耍耍的 要你吃完甜品就不吃了 甜腻腻一天都伴随着你 不行好不好这样不专意 菠萝哈密达西达还有一个green apple 像个猴 哈哈哈为了特瑞好不好 他一直说这个超爽超好吃 酸爽脆之多 哇不得了 我今天就来试一下 也许有很多同学不知道特瑞是谁 呃就这么说吧 我的视频之所以会加上字幕 是他一手造成的 在之前自用入门第二版的视频里面 在那个结尾我都有感谢啊 他就是我的总监字幕总监 哈哈哈 排内包 其实菠萝吃起来爽是爽 但是我很不喜欢那些吃着吃着 会有东西夹到你的牙缝里面去的那些 东西我不喜欢 即使它味道再好 菠萝就是会这样 还好我有牙线我不怕也 新苹果应该是脆的对不对 当然是粉的 哈哈哈奇奇怪怪 我不是不吃皮的 但那到底有点像雨衣有点嚼不动 乖乖的 好已经吃完饭了 接下来 流水涨 哈哈哈 这里是啥 好多凳子 是用来看什么 大菠萝 不该怎么解释 反正现在我们又开始吃甜点了 嘿嘿 呃简单来说就是手机没电了 过来冲冲店好不好 然后这里的玻璃好像是贴了一层大理石 我之前来观察过这个 这个样子 玻璃还是玻璃 只是贴了一层大理石 同学们这里一个巨大的狮子 我的天 哇这个狮子真的好大 哦哦哦哦哦哦哦 有点感觉 哦哦哦哦 好坐档车去 你不太怕吗 诶这是泳池是吧 不是 就是泳池 里面是泳池 嗯 对 就在这有 哇那还挺舒服的 好舒服的 外个凉凉的 水也还是热的 嗯 嗯 好舒服的 好舒服的 外个凉凉的 好舒服的 外个凉凉的 水也还是热的 好舒服的